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这期视频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大家感觉周术式的经过那么水的原因 首先评判一个过剑做的好不好 都会拿另一款过剑进行对比 当误读匕首内露出来的时候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特效做的很足很炫 这边分别看一下俯视状态下 两款过剑和不佩戴过剑下的诅咒范围圈的对比 嗯可以发现只过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特效做的很足 但是经过的话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甚至都不知道经过有范围圈的特效 再来看一下对监管者使用诅咒的时候的特效对比 首先是误读匕首这边 伴随指毒气上开 会有匕首刺向监管者的特效 并且四周还带有毒液事件的效果 可以说打击感特别的强烈 反观诅咒黑云 除了三层猴头 稍微有一点点范围圈的效果 耽搁猴头的话几乎看不出来 嗯监管者身上的话则是有雷霆缠绕特效 嗯如果说是指过的话这效果还不错 但是经过的话猎嫌有些失望了 主要是给人的感觉没有指过那么有打击感 要是说经过一无是处的话那倒也不是 这边经过测试发现 诅咒黑云长诸笑 当掌猴时 过剑上会有雷霆的特效 如果层数三层以上的时候呢 还会有常驻的雷霆涌动效果 另外猴头的建模呢也是做了改动 嗯变成了黑云的形状 但是实战遛轨的时候 这些细节很难让人注意到 而且不管效率还是精美 指过都有不熟的表现 所以就目前而言 个人觉得指过是完胜的 要是给些优惑建议的话 嗯建议请摆着雷电产要再强力一些 然后就是把使用诅咒的范围圈特效再优惑一下 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